外一诊不同于医院 设备简单 但对于细节 人医会一时不马虎 检测血糖的针 要求隔离丢弃 随处可捡到的宝特瓶 派上用场 这是台湾经验 其实我们在台湾 我们都是直接这样丢进去 然后就丢废弃物 这样子收的人才不会受伤 20岁的妙龄女子 体重只有20多公斤 没钱打胰岛素 只能日渐销售 他们要看医生不容易 有来的话 他们会觉得 他们是对他们来讲 也许我们觉得不重要 但对他们 他们是觉得非常重要 也许这一年 就这个机会可以看到医生 约是走到贫苦的地方 大鱼王们 更能看见自己的责任 上人有小屋 我们有大木屋 大木屋里什么都没有 天花板 夹设灯具 还有看诊椅 检查器具全都自己带来 技术人员等待在旁 随时整备接变化球 汽头会摔住 这种汽头容易比较容易摔住 还有让个漏气 最好是都没有需要 因为没有需要表示 这些机器都是环绕无缺 我们就比较会比较 因为我们不是主角 主角是医师 不是我们 此刻能行医救人 大一碗感恩 背后团队全力的支持 最让我震撼的其实是人 如果没有一个世界旁边照灯 没有一个旁边的翻译 或者没有那位病人 我有什么用 我是空的 这位20岁的年轻人 嘴巴长满了肉瘤 从小就四处求医 此刻手术台旁不止一位医师 全力协助要割除他心中的遗憾 他不是孕生 他可以吃饭 他可以做什么 还想要一个治療 所以这会很影响他 心理性 不然他不会担心 我说你已经生了 所以我们是在这里 为了人生命更好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 坚不再报道 好棒 ciao